我真的是很喜欢台湾 稍微有一天我搬到这里 我不是开玩笑的 你们当时隔离时候怎么都不理我呀 理我怎么都要理你呀 我不都要发了你的IG 看你的影片 看你哭 白铃赞游逼 她又有柔柔的事情 是是是 这个隔离呀 要把人隔离去 很疯了 我本来就是一团 我再有隔离不得了 看着去看她 确定她不是这样子 人情人情 这么久没说话 你说我疯了 革离嘛都不穿衣服对不对 那穿给谁看 也不能轻闻 也没有男人 也不能偷爱 你说那个 人家不够这个 人家说话全是虚拟的 那当时 请坐请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来来 refer 没有 我才说一段 我忘了 不动了休息一下就想起来了 不动了休息一下就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我能不能讲一点笑话 不好笑话 可以 可以 就听到隔壁门打开了 是 我就在这定住不动 我说如果说是李安 我要看他好尴尬 然后是不是都不能看 我就在这忍着说 一定不能面对到的是谁 就很奇怪 然后他那儿搞了很久就进去了 你还有 还没有给我们答案 租里隔壁那个是李安吗 你现在是没有在那里面的衣服吗 我这个 我还穿着衣服 隔壁都不穿衣服的 所以这是很尊重的 我那个 不习惯 因为那些 冲击凶凶罩 什么的地方 我觉得像很绑着 不是有个自由 我是个自由的一个精神吧 不喜欢 你不能绑架 我也是不习惯穿凶罩的人 我的那个 我的钱 有一个的险设是野生动物 他是不穿衣服 所以我喜欢自由 所以这个真是很尊重 我也是觉得要有一个不同的自己 但是还是有风格 所以希望你喜欢 你喜欢 你喜欢春天啊 我没有春天啊 你喜欢妈妈 基本上他穿衣服 就叫做隔壁了 没有 我的隔壁太近 比这个精彩 你要看你的照都睡不着 所以他一穿衣服 他就是自我隔壁 今年再邀请我来主持 这个金马奖给你 没有人邀请你 他们金马真的 金马奖真的是 我很感谢要求来 很有诚意 拿不到 我说球球 爷爷到哪里 然后 爸爸我给你打电话 我当时到星巴克 就吐了 就把我折成就 你真的是很折成 你去星巴克签证 没有 还好 哇 我听一下奇怪 半千真的去星巴克 最后终于 哎呀我跟你说 这个隔壁都把我折成 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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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狈 哎没有 坐下坐下 没事没事 没事坐下 快跑 去哪里啊 去哪里啊 去哪请坐 请坐 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去年 他去年抱我大虎 啊 对对对 他抱我大虎 我们那个一帮照 去哪里小虎姐 好可爱 不是我们星巴克 不要那么经常 我们星巴克请坐请坐 他没有人帮 他都忘了我 我都不能以理你 我觉得你对我有意思 白鸣 你喜欢我吗 你Cue他是你自己吗 跟你有对手戏吗 有啊 好那千万不要 很出力的戏啊 我问你 你有没有 有没有 幻想过我 从来没有 哈哈哈哈 从来没有 你可能这么敢说 你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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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坐下 我觉得我还是在觉得 我幻想太快 我怕你坐在我的大腿 我可能 我一想到白鸣两个字 我真的就已经开始累了 一想到白鸣两个字 我就开始更年纪 那你吹 你看 我开始更年纪 你要吃一点补的东西 要回补 你老打断 我不让我打断 不让我打断 不让我打断 你刚刚你跟白鸣姐就是 默契时钟 不到两套 会不会考虑两个人 可以一起搭档主持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 造成生命中 没有没有没有很好 没有就造成我的生命 不是你的生命 对 我主持比较好 我让你主持 不得了 白鸣的东西总是 天意 好像没有费力大的劲 所以就是 其实我们跟着我们的感觉走 让宇宙来成为我们的路分化 一切事情都很容易 这一个就是我们东方的奥斯卡的一个颁奖店 哇 好久没有听到不好笑的笑话 不好意思 那笑话有一点黄色 不是黄色 那种笑话 记者都敢问你 你没有穿那衣裤 你还有什么不敢讲 准备好快等你啊 好准备 让我们隆重为大家介绍 从来不让人失望的 白鸣想来一起爱与和平的礼服 让所有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来不让大家失望的白鸣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都已经隔离完了 你们都筛检完了 你们都筛检完了 拿走啊 拿走啊 就是隔离期间 姨弟跟母后为大家送上的特别的pose 小心小心小心 真的非常谢谢 國王哥跟白鸣 今年又再次来到了台北 参加我们的金马屋 真的也很想念國王哥还有白鸣 因为每次他们来真的都带给台北 台湾很多朝气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国宏 今年又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金马的班牌典礼跟大家见面 其实这一次有三大原因 第一已经一年没出国了 然后借助机会来休息 隔离休息 然后第二就是来见所有的媒体朋友 那当然第三就是再次的能够站在 去年来是因为你不一定会站在金马的舞台 但今年是肯定会站在金马的舞台 所以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所以今年我就来了 国王哥每次 其实台湾的美景真的很喜欢国王哥 妙女如珠 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不知道心里还有一点激动 有点伤感 自由真好 我是很多的感慨 我觉得金马是我的情人 在我还不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留下了很多的情书 所以呢我来很多年 因为你也也的还给她去年的爱和平 就是她的情书 因为秘密之中宇宙是很伟大的 给我们制造的奇迹智慧 都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当然你可能会问某个问题 那么隔离针的时候 我感觉到自由到宝贝 而且懂得了怎么去性感的热情的爱自己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看白鱼的爱情的话 就会发现虽然她有时候会拍一些照片 写一些隔离的信息 但后面都会有个bonus 就是想要把一些很棒的message 传递给大家 尤其这个运行时代 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爱 很需要理解 因为生命真的是很宝贵 也很宝贵 所以我总是希望 虽然我的性感啊 我的热情啊 但是我的心是纯的 爱的 简单的 真是纯的 就是我的信息 看得出你的心是纯的 我们都看错了 谁是不纯的你说 我的也是很纯 其实现在来台湾 看看日本活动真的都特别不容易 而两位呢 真的情义相挺 没话说 金马非常非常谢谢你 我想请两位呢 也分别讲一讲两位跟金马的渊源 国王哥 其实刚刚我也是在后台跟你聊天才知道 原来金马想对你的人生有这么大的影响 对因为说真的 自从我断来那天开始 什么东西啊 没有 我平时喝母乳的时候 我第一个接触的电影的这个颁奖电影就是金马奖 那个时候我们在新加坡电视台 还有一些就是不是现场直播 是之后才播 所以第一个认识的颁奖电影 电影颁奖电影就是金马奖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 这个东西就是对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这个表现 最大的一个认同 每年都会注意啊 包括一些报章的一些报导 谁是男主 谁是女主 谁是最佳剧情的导演之类 我们每年都会注意 所以第一个印象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东方的奥斯卡的一个颁奖电影 哇 对真的 很高的电影 所以去年入围的时候 就当然 就说不管怎么样 工作期怎么样都一定要来 然后今年再邀请我来主持这个金马奖电影 没有人邀请你 还好没有认真听你讲话 要不然你整个人都走中了 哦不是 那我来干嘛 你来颁奖 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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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好不要只当家庭 那想怎样 那就主持不错 今年不是他 大家都知道 我会讲后台之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是因为吴光哥跟我分享一个很小的故事 他说其实不小 一点都不小 就知道金马奖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说男儿王在金马奖提名之前 其实在新加坡有一点点哲理 大家本来是有点担心 这个戏可能没办法上片 主要是因为地方上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 男孩女装又是胡闹 又是比较低俗的笑话 但是也是因为 不小心入理了两个奖项之后 大家对这个电影非常的关注 在新加坡上 大家给了评语 好评 然后还有加上票房 也得到蛮好的成绩 所以 我们应该明年会拍第二次 男儿王会在泰国发生的事情 对对会在泰国 这次真的搬去泰国 但是我们也希望当然这个疫情可以赶快过去 我们就可以整部电影做下去 完成 是 白银跟金马的缘分 其实比古王哥还要深很多 因为很多年前 其实你就已经站下了金马的舞台了 对是 我还有不仅是跟金马的缘分 我的生日是月十号 所以这是台湾的 哇哦 你这人对也太深了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一个 怎么说呢 follow 就是跟着自然走 所以就是发生的不发生 但这次真的是 没有想到来的 真的是 因为隔壁太鼓鼓了 他妈要等14天 还有加7天 我觉得这事太过分了 我当时我根本就不要来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后来怎么达到我 我就反复要求我 我说你跟他们有没有文化部要求7天吧 我说有7天的 他说 去年警察叔叔就告诉我 你可以升级7天的 警察叔叔是哪了 那个是跑啊 他突然找个警察 然后警察现在都躲起来 有没有人 他说 你怎么不升级 我说真的有啊 我说现在是明晚了 你要进来之前就7天 我说 所以我起码跟他那个 汪汪说了100次 你给我升级7天 我不要来太多了 100次 他们今晚真的 今晚真的 今晚真的是 我很感谢要求来 很有诚意 我现在因为我在忙 在培训 我真的是很大 因为隔离太多了 他说呢 你先把你的育苗 我打回育苗检查 先寄给我 我给你们办办 你们那个台湾的那个签证 太难拿了 我的天啊 我最后我们 他说我不睡觉 天天这样 最后给我 我说 请问您微信啊 没什么名字 给我带号 对我肯定不到 然后我护照寄去了 丢了 说没事的 我说天哪 台湾都需要护照 你不能给我丢啊 我检测 然后我有证据 给他 我说了 然后说台湾的信息 都没有收到 明明今晚都寄给他了 他明明收 我说 你先把我折腾到 而且我不在美国 不在美国 不在洛杉矶 我的拍戏吗 然后就来到回 我都要疯了 就我没时间去拿 而且还用育苗 要去检测 我的天啊 这个简直是 简直是万万的 问题是 你现在有执照 有护照吗 有护照 我真的是很不礼貌的 很多人都要丢了 我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来拿 你也是坐着等着 然后我也是等着 很早 你要早点来的时候 很早就去 你是穿这样去是吗 你不是穿这样子去啊 对啊 你穿这样子来到保安局 人家一定会觉得 你来干什么 就一定会了 然后我跟你说 后来他说 我说求你今天给我拍戏 我说要不然星期一 我就飞机离开了 我不在路上 拿不到 我说求求爷爷到哪 然后爸爸我给你打电话 我当时到星巴克 就吐了 就把我折成嘴 折成嘴 而且他不给我签证 我给他记起 我写明了 我说我不知道你是多少钱 我说到时候 我领取的时候 我来付 不行 你钱只靠拿到 不可以签证 哎呀我说怎么办 以后我又不让我见你 我说我可以送去啊 你去星巴克签证 对啊 他来到星巴克 我听说 请过来办签证 都去星巴克 哎呀我跟你说 这个格你都把我折成嘴 对对对对 没事没事没事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去星巴克 不对 等一下 来不去星巴克签证 总之总之 其实就是白银为了来台湾 参加金马奖 金马奖 带来一场 这个正马奖的威力很大 因为你在国外的公民 是不给签证 就给你加油 其实是或者星巴奖 就是11月22号开始 20 20 20 今年是27 11月27 不是10月22 星巴克 哦 星巴克 星巴克 不要留在住啊 对 因为 已经马奖了这个 这个 威力达 所以签证呢 不敢不给 所以到最后呢 他跟我打电话说 你签证吧 他说你不要去检查吗 怎么还在接上我妈 还敢管我 说你不要去检查 那个打疫苗 你怎么没信 我说我 哎呀走不动了 我说我去星巴克坐一下 打电话 我跟你说 那签证其实很容易 五分钟的事情 填到我的名字盖章就可以了 一个多月啊 真的是 然后他那个温温也不睡觉 就是我们加班 你随时 因为是那么一样啊 半夜生活也不睡了 我们就是这个 你都不知道这个 这个幕后的这个 辛苦的 进入 明年应该不想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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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去年 哎 坐下 没事 没事 坐下 去哪里呢 去哪里呢 请坐来 不好意思 他去年 他去年抱我大腿啊 啊对对对 他抱我大腿 我们那个一帮照 去哪里的小姑娘 好可爱 他们都 你是不是很紧张 不是我们 我们星巴克 不要那么紧张 我们星巴克 请坐请坐 他没有紧张 全戴着口罩 我都不知道谁谁 你知道吗 他们这边 是什么 请坐 哎那个菜片上 客人大家都满意 那个菜片上 好不好 哦 哇 这个隔离啊 要把隔离成熟 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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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就是一团 我再有隔离 不得了 看得出来 确定他不是这样子的 冷静冷静 你也是来参加 对对 没有我是他 他才激动 对对 哇 这么久没说 这么久没说话 你说我疯了 对对 然后学会 亲吻 也不能 也不能亲吻 也没有男人 也不能走爱 你说那个 不过那个 原来我说法全是虚拟了 我一道 没有 没有 请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 今天不一道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们再见了 好 我们下一集 晚靠过后再见 谢谢 OK 我先走 我的车来了 我车来了 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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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打招 我现在有点哭 刚才说什么 你知道吗 星巴克签证 南安保安 不要再回去 我来 ok 好 好 来 来 没有 我刚才说一条 哎 我还没事 我忘了 我忘了 他只问你这个问题 就讲事物 我坐了休息一下 就想起来了 我坐了休息一下 就快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我在美国好好的健康的人 对呀 一直到那个 台湾 然后你所有人 穿着那个 好像我是病菌一样 我这好奇怪的感觉 是是是 这是台湾 我能不能讲一点笑话 不好笑话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就笑死我了 够了 好来 谁讲啊 这个不好意思 我就隔离了 要大家到那个唱歌 开心一点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没有 你们都是隔离的时候 怎么都不理我呀 我们怎么都要理你啊 我们都要发了你的IG 看你的影片 看你哭哭 哎呀哭得真美啊 真的是 我觉得是 因为我想给大家分享 我们都有 白铃赞牛逼 她也有柔柔的事 是是是是 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 呃 你不是一个人 嗯 对 我们大家都是都是人 都有感情 都会有这些经历 所以我想给大家分享 就让大家 不要太太 呃 克制 虐狠自己 好现在到这里 不是我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今天范自强演唱会 因为我们希望 反正在今天能够把所有的情绪 都抒发的时候 抒发 抒发不够的 好 其实讲到隔离 你国防哥现在对隔离也没有经验 其实 其实 你可依算是网上卖东西啊 哈哈哈 国防哥竟然在直播的时候 带货卖东西 而且他卖台湾的东西去新加坡 他堪称最佳的 台湾旅游大使 不是因为你知道 哥依真的是 呃 出来会变这样 如果没有东西做的话 你哥依出来会变成这样 我懂了 你把那个签证金给转新搭课 是很严重 我很棒啊 你觉得我说 你讲你的事情 对对对对 没关系 欸 对不起 你叫 你的隐喻什么意思啊 没有我是说 你这个就不错 你就是 就是如果说 我真的想跟你讲个笑话 他不让我讲 你稍等一下 让他先讲一下 来我们给你10秒钟讲笑话 讲不完 你先讲吧 你先 我都会让你讲 对对对 没有就是英语隔离 你没东西做 然后我就打给台湾的朋友 诺诺就说 你男朋友没有T恤啊 你的口罩全部拿来 我晚上会直播买 然后我就一卖 就卖了两个钟头 两个多钟头 就一直在讲那个 讲那个口罩 一直在讲那个T恤啊 什么东西 我分开好几天卖 然后这样我才有东西做 而且你知道 我们这种圆园啊 我们的收入很低了 干嘛这样讲 然后家里还有三个 外面还有很多个 所以是需要去处理的 没有我说 外面是因为我们要做三次嘛 对不对 好好帮助一些外面的孩子 对 所以就找一些费用 然后在那边给打罚事件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 这里好的东西 介绍给 新加坡 介绍给新加坡的朋友 对 因为他们回响非常的热烈 但据我所知 你做了一件蛮过分的事情 我那天直播开宝箱 我说好 这四箱金马的宝箱 来赶快下标 竟然标到新币 18888 你这个人真的 金马送了你的礼物 你要拿去吧 没有 当然是不可能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无价的东西 怎么可能可以标出去 后来跟他们讲不好意思 这个我只是开玩笑 竟然有说OK 我要那个电饭锅 38888 还买给他 是新加坡币 对啊 新加坡币 大口电锅 对 所以你看金马其实在国外是真的 怎么可能 因为你有钱买得到很多那种 我听说那个电饭锅是有名的 是不是 今年有没有 有 有 今年两个 你不要骗他 到时候他说没有两个 他就发疯了 然后没有 一个小的一个大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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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就是说 在隔一期间 但是 还是可以 这个 你没事吧 那是忍耐的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走路 所以就这样 时间打发 所以隔一二十四天 应该都OK 都没事 OK 所以其实白天真的应该去约国王哥 其实你就开直播 讲校尾拉丁 其实他其实是生意人啊 我也不是生意人 他也不是生意人 他也不是生意人 他就是分享 对啊 分享他觉得好的东西 就是你分享爱跟和平给大家 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 就没有金马蒋要请我吧 我也不可能去隔离 好 我先说这很清楚吧 是 嗯 那个 没有隔离的话 这是第二次 我可能比任何人都有权利来讲 故事 我写了第一部 华语电影剧本 我和 那不是我和卫生剧本 那是美国片 我在台北的十四天隔离浪漫 我觉得这是我的情书 献给大家 献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还在受伤痛 还在仇畜 所以是我的一份情书 我觉得这是他的意义 所以我受苦 我的感受 我觉得他都有他很大的意义 就是正能量的意义 这是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 想传递的 希望把他献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因为它是我这个伟大时代的 怎么说呢 诞生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题目 没错 而且去年其实就已经开始写了 对不对 今年写会不会有加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没有 我们已经完成了 哇 这个是很容易就写完了 因为好像我总是 所以玩的东西总是 天意 好像没有费为大的劲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跟着我们的感觉走 让宇宙来成为我们一路分化 一切事情都很容易 所以白铃在隔离期间 就是为金马跟他自己的隔离日期 还有为所有为了疫情 sovereign的人们写了一个剧本 是 国王哥这次来金马 除了带好吃的三明治啊 口罩啊 T恤回新加坡之外 你是不是也会拍一些好看的 或者是好玩的金马影片 对 送给新加坡的朋友 对 因为新加坡人们有时候一直 就是一般上就是很关注 这个金马这个颁奖给你 所以他们也希望通过我的平台 看到就是台北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新加坡人也已经很久没有出国 特别是台湾 那一般上我们在新加坡都会问说 哎你们如果开放 最希望去的是什么地方 然后台湾是其中一个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 这个热门的这个景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日本 哪里哪里的都也没错 所以你的国王哥就是 带着很多新加坡朋友的期望 是 来到了台湾 然后你希望能够把台湾的好 赶快告诉他们 我们在等他们来 有啊他们都 只要 只要如果说是不用隔离的话 我相信 一天应该是300 航班都应该再过来 哇 这这么多的太多了 我们都漫不了这么多的 没有不是 因为真的大家都很渴望出国 很渴望 好像那天我在网上跟他讲 哎呦 又有红绿蒸了 然后很多人就马上下蛋了 怎么继续新加坡 对后来我跟他讲 不行不行 他说你想办法 我想怎么办法 我记回其他的hem都抽掉了 真的不行 我认为他吃的就是新鲜 那火腿 那个火腿就不新鲜了 可是他们都来啊 什么什么面线啊 之类的东西 他们都很渴望 可以吃这里的道地小吃 嗯嗯 他们很想念很想念 对 今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状况 我相信很多给你们 真的也很想念 国王哥还有白银 因为每次他们来 真的都带给台北 台湾很多朝气 所以我还有 还想说一点就是 所以朋友在让我很 谢谢大家 在那个隔离期间 给我的爱支持 默默的 有的是你看不见的 很感谢 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台湾的全世界隔离 给我的一种爱 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孤独的 而且好像台北的能量 还有拿铺条 没有 大铺条 在你们半店楼下 铺条 我叫的呀 所以大铺条 台湾拿到大铺条 直接在酒店楼下讨债 没有 然后跟我的那个 说话 许爱白银 哦 去年的那个 就是根据我那个 红坦嘛 他们也同样的 反馈回来 所以就是 你给爱 你就会得到爱 所以说什么 就是 沾什么花 结什么果 而且其实 你在台湾的粉丝 有老有小 我看到你们一岁的 一岁小圈肉 一岁的小baby 竟然也喜欢你 一岁的朋友都认识他 他那个爸爸1米97抱他 就是你的小粉丝啊 看照片 一岁 那是爸爸喜欢你吧 不是你的小孩 那个爸爸抱着小孩 就一一讲小孩喜欢你 其实是爸爸喜欢你 我说我呢 好厉害 最少的粉丝1岁 最大的粉丝 84岁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 台湾的朋友 真的感受到 两位对台湾的爱 无止境的爱 然后去年我就记得 我坐在前面 他坐在我的后面 我们两个人都在那打手机 然后在那默默的看着 隔离了这么久默默的看着 金马奖慢慢的走完 然后在台下 我觉得还是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受 我记得我还跟李安说过 我说这个怎么样 他说你很棒 他也很棒 所以金马奖就把我请回来了 我觉得很谢谢他们的这个 怎么说呢 对我的爱吧 能够让我上台 不是主持 我不能主持 让我这次来能够 应该是站在金马奖的舞台上 我觉得非常谢谢他们 你已经很好的 我觉得他很好 他坐在那边 就被邀请回来 你能在我后面 拿手机 不是我望着我 我都不理你 我觉得你对我有意思 然后你是 你是坐在那里 他邀请你来 我真的是要拍V.O 跟李安导演 讨才又回来 我想真的是想跟你讲一个我的那个 你们可能不知道一点点那个 你老打算了 我不让我讲 那个 多打 他想跟你聊天 我的车来了没有 我的车来了 那个 那个 这个很神奇 就在那个时候 我当时一下飞机 我的包 几个小时在机场 各种电话 各种那个 你要买手机 填了一堆单子 全部没有了 重新填一点 然后我把我的护照 我的钱包全放在飞机上 我忘了 我说天哪 然后不让我回去 那个真是很麻烦 后来就是搞了一堆 那个司机啊 就对一天不休说 我说谁来了 他 你前面刚把脸 接到 哦 我说他住哪 跟你一个酒店 我说真的 而且同个楼层吗 对 你去我说 这个很有意思 隔离嘛 你都不穿衣服对不对 穿给谁看啊 然后每天拿衣服 你会到垃圾 几点的时候 拿衣服都这样 跑出去 然后那天呢 就晚上八点钟 你是到垃圾嘛 门打开了 人家隔壁 就进到隔壁 隔壁门打开了 是 哇 我就在这儿定住了 不动 我说如果说是李安 我要看他好尴尬 剩下的十三天 就两个人隔壁 熟人都不好意思 那我要大笑 那也影响到 人家 我十四都不能看 我就看着整天说 一定不能面对到的是谁 就很奇怪 然后他那搞了很久 就进去了 所以我就说在酒店大笑 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种很神奇的一种感觉 如果说一个熟人住在 旁间十四天的隔壁 用很奇怪的感觉 那问题还没有出 你还没有给我们答案 祝你隔壁那个是李安吗 我不是啊 哦 ok 对啊 我没有去证实 可能是 他就没有 这就是故事的悬念 我是想知道 如果去打到门 哎呀 掉了 不好意思李导演 你又拉不去 你们两个真多爱撇撇我 这两位啊 真的美丽的思念 然后看见他们 我真的觉得你俩就是金马吉祥物 真的 快到你们就想 啊对 金马想到 然后呢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听你们讲讲笑话 看着漂亮的衣服啊 然后感受一下 你对台湾的爱跟热情 我觉得 台湾真的也非常爱 好 接下来我们开放一点点时间 让我们媒体的朋友发问 他们应该也 一点没看见你们了 很想问你们的问题 好 有没有媒体的朋友想发问 有 有 两位好 是我介绍一下 我是自由时报的主席 那个想问国防科 因为去年我们访问有提到说 你会不会希望金马姚宁来主持呢 对 那今天又没有姚宁 而且要姚宁去年的对手 林国王党主持人 你是来姚宁 对啊 对啊 想问你 就还会不会想要求说 今天加一些主持人的桥段 然后我们看你看翻一点就是 默契时钟 会不会考虑两个人可以一起搭档主持呢 谢谢 那为什么 会不会一起搭档主持 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危险了 造成声明 没有没有很好 没有就造成我的声明不是你的声明 对 主持的方面嘛 虽然他没有叫我来主持 我虽然是 怎么讲 就是有点不开心 哈哈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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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没有叫我主持 他叫我来颁奖 但是我觉得说 这也是很好 可能就是 他们先让我 先习惯一下这个舞台 颁奖的舞台 之后慢慢的 可能先颁奖的表现 如果不好 就从此就靠得到我 金阿奖 表演啊 就表现得好的话 可能很有机会 但是我觉得说谁主持 我主持比较好 我让主持不得了 你主持 真的是不得了 如果有要求 我真的是 义不容辞 还是会在 然后如果说真的 要我跟这个白领 姐姐一起搭当颁奖 我觉得 那个单单 颁奖前面讲的那些话 都应该要45分钟 对 我觉得什么都有可能 也许每年 也许每年 也许后年 我们就来颁奖 都不知道的 我觉得生活无限的可能 给我了 我真的是有打开的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 穿着都很惊艳 我也是很期待 27号 问怎么样 给我的压力太大了 因为白领奖前面 做到了极端 很难的 很难去法律 打败 我说这个人 就这么办 我怎么办啊 今年怎么办 所以我压力很大 所以呢 就是我就说怎么办 我也在纠结 当然有很多吃上架 给我服装 但是我穿别人吧 就是我还是要 我的好多的粉丝朋友 包括我们记者朋友 我们都很期待 就白领自己学的东西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想唯一我能做的就是 让我自己满的 可能大家就会满意 所以我再 要吓你一跳 先收到这 好 永远想要吓大家一跳 的白领奖孙子 好 给大家很多惊喜 所以郭旺哥 今年就是金马对你的面试 对对对 颁奖给你好好表现喔 好好 我从隔离之后 就一直在彩排到今天 好笑 突然你都在彩排到今天 前面那四句话 我一直在彩排到今天 那四句话 就是要颁奖之前讲的一句话 哦 就是请太日为名单 对对对 是 好 好 还有没有问题 走 再还有问题 嗯 白领奖孙子 我会有问题 会比较肤盛的问题 你今天是没有穿内衣跟衣服 你说今天怎么 没有穿内衣跟衣服 真的很像怎么会问的 我这个 我还穿着衣服 隔离都不穿衣服 所以这是很尊重的 所以这是很尊重的 我那个 不习惯 因为那些 东西跟衣服 和衣服 我觉得像很绑 绑着 不自由 我是一个自由的 一个精灵吧 不喜欢 我也是 我也是不喜欢穿衣服 我的那个 那个 我的钱 有人的钱是野生动物 他是不穿衣服 所以我喜欢自由 所以这个真是很尊重了 今天很安全 请放心 很安全 很安全 对 对 我今天的其实很高养 只不过加一点小小的性感 对不对 很女性的 因为这颜色我平时不穿 我也是觉得要一个不服的自己 但是还是有风格 就希望你喜欢 你喜欢春天啊 我没有春天啊 喜欢春天啊 喜欢春天啊 基本上他穿衣服 就叫做隔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 他在隔离的时候 是没有用布料来隔离自己 没有 我的隔离太近 比这个精彩 你要看 你叫做去不着 所以他一穿衣服 他就是自我隔离 老师联合部的导会 想问一下 因为去年啊 你们两位来台湾的时候 有跟李安老演互动 然后也有跟其他演员互动 那这一次 有想要带什么东西回去 或者是 想要再跟其他演员做 和我交流的话 哎哎哎 你不要先 跟我就是李安 现在我的一部片子哈 他也没有对 他跟我说了 他说要有合适的 我说可能任何角色 其实对我都合适 我 我是真的是很好的演员 这不是我来说自己 就是上天给的礼物 那么我当然因为缘分 因为我台湾的演员朋友 和他不太了解 所以去年认识了陈淑芳阿姨 还有莫子姨 你都跟得奖的人交朋友 不是他们就是缘分 而且我写的片子里面 我都专门给他们写的小册 我想就是缘分一块合作 也是在玉琴里面认识的 所以我都很分 西元 所以你的小册里面 有写这三位角色 但我没有想到 你对我不好 不可以写啊 没关系 哎 那个中年 中年男人你可以演 对对 跟你有对手戏吗 有啊 那千万不要 很亲密的戏啊 不要不要那千万不要 很亲密的戏啊 是啊 因为你最近身体不大 你也有没有 有没有 幻想过我 从来没有 哈哈哈哈 从来没有 可能他敢说 他跟妻子在旁边 对对对对 不是 就是说 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 我觉得我还是在觉得 不幻想太怪 我怕你坐在我的大腿 真的是 不是从来没有 因为我幻想你 我可能 我一想到白铃两个字 我真的就已经开始累了 身体就跟着开始不行 我一想到白铃两个字 我就开始跟着 那你去 你去 我开始跟别人心啊 我想到你 你去跟着沉重啊 就开始累了 你要吃一点补的东西 你要回补 我去年看你的电影 那个什么肚胎的那个 对 我一看到你出现 我就开始荷尔蒙失调 还有白内障也开始了 然后还有我的更年轻也开始 我的 你啊 你就是老了 你那个 对 我觉得今天 这可能是今年 我做过最难的一场青春 真的 那也是笑得很开心的 不是 我们是进 就是隔离的后遗症 对 对 这都是隔离的错 都是COVID-19的错 我觉得你平常 没有病毒你也都在隔离 都穿着衣服都在隔离 真的 没有 其实在去年 就是也没有说要去跟谁互动 最主要就是 碰到看哪一个艺人大家互动 交流一下新电影 或者是表演的一些心态一起互动 那当然 刚才你说这个 李安导演欠你的一部电影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李安导演欠我太多东西 就是主持案之类 很多都欠我太多东西 所以也算是另外一个原因 你今天会来睡来讨债了 所以就 所以就觉得跟他们都不 你怎么到处欠债讨债 一天都是债 一天都是债 一天都能卖东西 他们没有拿布条你放心 然后 这个 不好意思打断了 没关系 来来来 那个 真的 我台湾的导演朋友们制作部熟悉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在里面演中的电影 就是台语片 我觉得 我很喜欢台湾的电影 看他那种神情 他的感情 和大家的真诚 就是就是台湾小的 那你可以这样 就是台语是想和大家一起 哦去年有 找我有电视连细剧 电影都有 都是因为疫情嘛 后来演奏就是往后拖了 又对了 我还要跟他们吃饭 我导演来找我的 对还有 Netflix的电视剧 好棒的 来找我谢谢 对 我可以继续讲了吗 我可以 谢谢老师 你都讲过了吗 我讲逗号 你就把他当句号 对 所以就是 你给你的逗号太多了 对 所以就是跟他们交流了之后 其实收获蛮大的 就好像 就颁奖给你完了之后 因为我还记得去年的这个记者会 我就想听说拿到 这个台北的营长登山主角 就不会拿金嘛 然后去年就真的 因为可能我主线的风水不好 就我讲的话终于都适应了 然后最后真的是莫子已拿了 然后大家就在那个 之后的庆功宴交流 然后我发现了 其实他也是一个蛮牛肉 然后他有自己对了一个想法 然后后来我想想一下 我就觉得他曾经也来新加坡拍过电影 哦 莫子已在找 其实他有来新加坡拍一部 呃 跟我们的一个演员拍了一部电影 那个是观影讲的一个 shopping的一种病症 OK 就是很多人喜欢购物 购物狂的一个病症 然后来我想起来 我说哇 如果那部电影现在上的话 一定会卖 那早期卖的话 三天就下货 对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 跟纳豆啊 跟其他的艺人啊 就是一起互动 其实从他们身上 也是学了很多东西 然后白银 你喜欢吗 你Cue他是 你自己Cue他的哦 所以我就有点厚恶 我怕在那里面 其实他不喜欢很精彩 对 对 最好是因为电影里面 有三个故事 就是我们都不会碰面 哈哈哈 对 你就是 因为通常男孩子这样 他喜欢的他更具体 他就假装说不喜欢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真的 你别乱Cue我人 好吗 来最后一题最后一题 你开心就好 最后一题 你可以不喜欢我没关系 你又老婆了 当然不应该喜欢 就 好了 我还有一个媒体配方 我问你最后一题了 好 两位好 我是年代营业师的博爵 想请教一下 这一次花了很长时间隔离 预计这一次 可能会在台湾待多久 我们特别想去哪边 或是吃什么 那甚至说 未来有没有机会 在台湾可能 花长一点的时间 开心的做我们大家见面 谢谢 最近 蛮长的 把下段是多元 特别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希望能够 在台湾待长夜的时间 或是有在台湾拍片的计划 说话 谢谢老师 好 其实怎么讲 像我们这个表演工作者 我们就是说哪里需要我们的服务 我们都去到哪里 那当然如果说台湾 这一年有邀请我来就是 呃 表演啊 拍戏啊 主持啊什么 我都非常的乐意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这个本期朋友的这个工作 所以都是没问题 那接着来我都一直会 呃 待到 11月30号 然后呃 就回去 因为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然后一直会到明年 收发是排到明年的旅行 所以都会一直都一直在忙 呀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会有很多项目 可以跟台湾的制作公司合作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接触了一些 呃 合作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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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所以很快明年 就是最主要还是要等 这个隔离的问题 解决了 大家打了疫苗都不用隔离 那很快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作品 在跟台湾朋友 跟新疆罗朋友的见面 最想吃台湾是什么 呃 火锅啊 想到新疆罗好像没有火锅 对不对 想到火锅也很好吃啊 对但是但是有这个牌子我跟你讲 因为讲的话就真的是 每个人会骂我 但你已经吃过了我知道 因为我已经吃过 然后今天也约了朋友 就是晚餐 我还没吃了 我原来刚出来的时候 他们有个人请我 因为五个人不能拿资助管理 就取消了 我真的是还喜欢台湾 稍微有一天我搬到出来 我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他的东西方的那个文化 而且人文文有儿雅 我觉得台湾 我很喜欢他的气氛 就是真的 有一天可能会搬来 但这次呢 我待到12月1号 因为我需要完成我的后期 我和卫生纸的隔壁议席 我第一次当导演 第一次主演 第一次写剧本的一个 我自己制作的一个长篇 可以说是爱情写剧吧 是英文的 所以这是我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谢谢 好 那谢谢咯 谢谢大家 今天的记者会呢 差不多在这里要告一段落了 请 请问你的笑话有多长 我会讲 你不讲的是吧 好 你确定你不要耗我 但是我想听啊 你不要害我 没有啊 你的笑话不如我说 我想听啊 你想听我的笑话 不要啊 我们最后让白银把 好久 想講個笑話送給大家 好久沒有聽到不好笑的笑話 不好意思 笑話有一點黃色不是黃色啊 記者都敢問你有沒有穿黑衣褲 你還有什麼不敢講的 那我決定 今天的記者會在這裡 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 繼續支持 金剛五花 再次謝謝女國王 謝謝 不要這樣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好愛你們 謝謝 謝謝 走了 你走完 走 你聽起來 你真的很幼稚耶 跟大家說他們在後面 真的沒有Q這些東西 都是現場發揮的 謝謝大家 禮拜六就是我們的金馬獎頒獎典利了 請大家告訴大家 謝謝你們 下次見 拜拜